Hello 大家晚上好 我们又见面了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每周六的教育夜现场 我是Enlightings Education湾区办公室的Manager Ellie 今天讲座的分享人是Enlightings创始人 资深升学顾问Ben老师 他来跟大家谈一谈理态效应 申请暴增的名校versus少数问津的大众校 为什么今年EAED申请人数暴增 录取量是不是也同样暴增呢 如果ED1被拒 那接下来该怎么调整申请策略呢 欢迎Ben老师 大家晚上好 今天很高兴和大家继续分享最新的教育心理 对于第一次参加我们讲座的家长 可能还不了解Enlightings Education 我们创建于旧金山湾区 致力于将学生的个性天赋价值目标四个元素融合在一起 针对每一位学生的独特性 通过教育引导配合课外实践活动 来启发青春期的孩子 让他们顺利度过紧张而充实的高中生活 在收获理想大学录取的同时 实现自身的成长和进步 我们的团队是升学规划服务 涵盖一对一的高中和大学申请指导 暑期活动规划 职业规划 高中AP Honor私教课程 SAT ACT考试培训 还有青少年个人成长的培养 那基于对美国大学升学的深入了解 我们服务超过来自北加30所学校的学生 包括南湾 东湾 三藩市 半岛和Sacramento地区 在南湾的Cupertino和东湾的Pleasanton 都有办公室 我们所有Enlightings的顾问老师 都是全职员工 为的是能够有更充足的时间和精力 认真辅导每一位学生 我们坚信学生的成长和进步 才是教育的本质 顾问团队会结合每个家庭的情况 和孩子的理想 来制定专属的教育规划路径 让孩子在人生最重要的阶段 获得最专业的指导 同时拿到最满意的结果 好的 那么话不多说 下面就有请Ben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好 谢谢Elly 感谢大家今天晚上来继续参加我们的教育讲座 今天我们讲的主题呢 就是把最近的一些关于疫情录取结果 还有整体今年的这个录取的趋势变化 给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今年确实不太一样 因为疫情 今年大学的数据 大家可能也听说 一会儿会做个具体的分析 特别是现在已经出结果的那些所谓的名校 让大家看一看 就是在接下来 不管你是Senior 还是11年级10年级 接下来有些什么工作可以做 然后今天呢 还是按照以往的惯例 我们先过一下这个周的新闻 但是因为今天的内容比较特殊 很多新闻就是我们讲的内容 所以不会花很多片 不在新闻这块 然后呢 另外的几个agenda 就是为什么今年EAED申请会暴动 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不是我们个人的解读 而是这些权威美国机构 全国范围统计的一个结果 还有 有一些家长可能个别来参加的 他们的孩子可能 一地万没有录取 因为EA的结果 early action 和early decision不太一样 early action呢 结果会晚一些出 因为今年的疫情 所以整个的过程会比较漫长 往年呢 EA的结果出的是很早的 今年很多学校是没有出的 然后呢 第三个 就是说今年哪些大学 申请在逆时暴跌 很多家长看的 可能是朋友圈啊 或者是一些新闻里边 说啊 这个哈佛历史新高 MIT创立新高 但实际上很多学校 它是创新低 它申请人数是有问题的 大家分析一下 看一下为什么 然后最后应该就是说 对于那些家长 今年没有进到理想的ED1 那还有什么方法 可以提升录取概率 我们都会一一分析 第一步我们讲下教育资讯啊 因为我们第三部分呢 会讲很多关于具体每个学校的 录取的结果和这个数据的变化 所以这块呢 我们就中间讲一下 现在已经出来结果的非腾效 今年最夸张是MIT MIT呢 今年的话收了15000个申请 这个数字单都没有意义 你要有比较才有意义 比去年涨了62% 这是非常夸张的 虽然每年这些名校的录取人数 再有一个市场 但是幅度很少超5% 今年涨了62% 非常的夸张 而涨幅没有体验在 多录取的人里边 只是增加了312 加上要记得哈 这个ED的话 是你录取了你要去 大部分是要去的 只有10%左右的人呢 他是因为录取之后 他交了那个上个礼拜 咱们讲说那个 financial aid那个form 他填之后 他他又录取了 假如说我录在MIT 结果呢 假如说MIT不可能负担我所有的费用 我们家是一分钱没有 那我可以不去赌 这是唯一一地可以不去的理由 你要证明你是没法负担这个费用的 还有那个学校的package不够好 大部分90%的人是要去读的 而EA不一样 MIT录取的719人 19个人里边呢 你可以选择去或者不去 他没有任何保定的效率 而MIT那么好的学校 他每年的这个 就是就读力 就读力大概是在75%左右 不是很高 最高的差弱大概78% 也就是说100的offer发出去 只有78个人会最终去读 为什么 有的人可能去Yale 有的人可能去MIT 这都不一样 与每个孩子的偏向性不太一样 所以再看一下 杜克大学也是刚刚这两天 也是有暴增 增加了17% 然后呢 约翰霍普金斯也暴增 大家看一下啊 就是约翰霍普金斯路的人不多 他的1D1直路的520个人 哈佛的话747 以后我们会看到 为什么呢 因为约翰霍普金斯是美国 US News排名前十大学里边 第二所 除了芝加克大学 约翰霍普金大学 是唯一所前十里边 有1D2的 他有两文 1D1 1D2 所以他第一轮路的人 没有大家想那么多 他有1D2的option 但是1D1被拒的小孩呢 他就没法申请1D2了 但是1D1被defer掉了 他可能会在1D2 和那个regular decision里边 再来一圈 然后Emory呢 就是很多家长 也是比较喜欢 一个学校 医学比较不错 上海也可以 他今年也是在生长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整体的趋势 整体的趋势实际上简单一句话 排名越高 申请人数越多 大家看一下橱片 这是哈佛的一个校报 他做了一个封面 就是他放出来这个信息是 他总共录了747个学生 哈佛一年了 大概是录不到2000个学生 就最后就读的话 1800多左右 每年都这样 几乎过去几十年 都是这么稳定 然后呢 他增长了百分之 应该是4% 4 50的这个数据 比去年早晨 这个是非常夸张的一个数据 就是为什么疫情下 这么多人去申呢 我们今天会仔细 剖下这些原因 家长因为过去我们分析会说 又上网课 疫情又不确定 那会不会申请减少呢 不会 会申请人会非常多 最大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标划的取消 让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机会 很多人有投机的成分在里边 但是我们要具体看 这个标划取消 那别的地方你够强吗 从16年开始 他一直有个持续的增长 但是呢 今年的增长比例非常大 申请人数非常大 但家长要记着一点 不管申请人数再多 美国这些名称 是没有扩招计划的 就他像一个奢侈品的包 限量版的车 还有一些古董的一些古董一样 他是限量的 他为了保持自己的稀缺性 他会控制一定的录取人数 像哈佛400多亿美元的 这个endowment 就是效用捐款 那个信托基金的话 他如果扩容10倍 也是可以承受的 或者即使5倍也可以 但他不会的 那样稀缺性就没了 所以说大家记着 就是你不要被这个申请的人数给震住 录取的人永远没有变化 就在那个区间 而且因为疫情 哈佛大概有350个学生选择了gap year 他今年不上学 他明年再入读 很多人以为 哈佛今年录取特别难 但从数据来看 有点反常理 他没有说特别难 录取人和网线差不太多 是少一点 但是没有那么明显 而且哈佛用的是restrict early action 不是一滴 是restrict early action 你录了你可以不去 他是个EA 但那是限制的 你只能剩他 不能剩别的家 是护士的 这个图比较明显 这是有一家机构 在纽约也比较大的一个机构 他做了一个统计 我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数字比较小的话 这样看不清的话 可以给我说一下 我给大家解读一下 这个是去年的 今年还没有统计出来 因为今年的RD没有结束 去年来看 在疫情之前 他整个的录取率 你像布朗的话 7% 哥伦比亚6% 康奈尔是最高的10%左右 但今年一定会跌过10% 哈佛的话 他的话也是在5%左右 今年一定会更低 因为EA的话已经落低了 并不是说申请难度增加了 而是因为分母变多了 说的难听点 炮灰变多了 大家会认为 没有没有别话 我也可以去 但是大家也没有想到 你没有别话 别人也没有 那你别的地方够强吗 对吧 你说我经历了COVID 美国有几十万人的COVID 你是在其中一个吗 而且你是战胜过那个COVID 然后呢 有什么惊天动魄的故事吗 你有多少孩子 是跑到医院去 去做那个医护 或者帮忙 你也不可能 因为COVID的话 只有专业人员去做 但是我们真的有很多学生 在今年做了大量的贡献 做口罩 做面罩 就做了很多实际的贡献 这点我要提 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美国这个 课外活动的呈验 包括那些民间组织 Boy Scout Girl Scout 还有一些非盈利 美国为什么这么支持非盈利 而且是避税的 而且你将会抵税 美国实际上走的是 小政府的策略 他通过这种大量的民间组织 让公民有这个社会责任感 去建设社区 这样国家花的钱会更少 而且你这样利人利己 税收上鼓励你 包括这个volunteer 为什么很多孩子在家里做这个 因为大学需要 你不能说是公立 大学鼓励的这个行为 是对社会有益的 他即使做的再少 他也是在做贡献 比在家里边打游戏 或者自己刷视频要付很多 他在做贡献 所以这个事 通过周深的手段 来促进大学 这个高中上的这种 回馈社会的感觉 因为他只要做这个事 他都会受到那种反馈 帮助别人之后 那种喜悦感 是通过 那个叫ct scan 证明 是持续时间比较长 就是为什么人 按理说天性的话 是互助的 所以说 就是我特别 喜欢美国这个系统 它既有功利的一部分 你要去民校对吧 你要做大的义工 你要做leadership 但这个东西的本身 你是会造福社会的 虽然呢 有一些人的活动 是非常务虚啊 有些家长可能就是 目的就是做这个 做这个表面工作 但是呢 一般表面做工作 不深入的孩子 是没有那种碰撞 他也不会有很好的见识 他也不会独特的角度 对这个事的理解 比较肤浅 因为你如果只听了 在表面的话 你是深入不到 这个是本质 所以说精力的话 是对文书写作 非常大的一个 帮助的一个工具 所以我这边 特别强烈一点 就是说 今年疫情导致的这种结果呢 会让很多家庭 就是重新认识 这个社区志愿者的这个作用 而且美国政府 也是因为因此收益 因为如果美国政府 那么点人 他根本做不了多少贡献 大家看那个数据啊 一地啊 往年啊 大家看这个 中间这个 像往年的话 你像那个宾大 这是非常有名的啊 达特摩斯 康奈尔 他们有一半以上的 这个新生是一地 录在的 也就是说 RD的话 录取率极低的原因 是因为一半民歌 已经没了 那今年呢 这个比例不会有变化 还是那句话 录取率低 申请人数多 他总体录取人数 不太会变化 特别是一地的 因为一地的话 是所有招生官 最喜欢的一个策略 他能保证招生 人数的准确性 虽然只有10%左右的人 会最终不去一地 因为没有钱 但大部分人会去 所以他招生的问题 就解决了 今年这个趋势 不太会有变化 家长就看一下 就说 如果你们一地完了之后 还想做RD的话 要做好准备 因为 没有录到哈佛的 没有录到耶鲁的 他们要不去走一地二 要不就RD里边 再来一圈 所以说RD的竞争力 会更强 明明又少 人又多 所以说没有区别 然后这个呢 录取风向标 我个人是不太讲 腾校的 因为腾校确实 有性腾小偏差 毕竟美国每年 应届毕业大学生 申请四年纪大学 能不腾校的1%都不到 非常的低 全国 即使你说 你把那些 欠发达地区 或者是一些 不好的学区宅调 那这个比例 也是非常少 都是个位数 那你想想 如果你去买彩票 概率更重 然后需要你四年努力 有多少人会相信 对吧 所以说这腾校本身是一个 伪命题 他真的是很难 而且腾校这个 1%里边 你把康奈尔一去 他实际上 0.7%左右 因为康奈尔招的人最多 他是高 康奈尔是兼具了一个 公立和私立属性的大学 这个学校比较特殊 以后有机会 我们帮助给大家讲 然后哈佛 这个很明显 57% 耶鲁38% 达德博士29% 康奈尔呢 他涨36% 但他增加的人是9000 9000人申请 他的基数比较大 所以整个 整个现在的 目前一地的结果 就是申请上的暴增 但同时呢 根据Common Common App 就是美国 美国有八九百所大学 都在用他做申请的 这个系统的统计呢 今年整体的申请大学的人数 是在减少的 而且申请数量也是在减少的 那为什么这些学校都暴增呢 这个一会儿会讲到 为什么今天咱们的题目 叫马太效应 首先呢 马太效应这个词呢 在美国没什么人用 就是国内给用来的一个词 圣经里边一个典故啊 这个教会里边的朋友 大家都可能知道 他是讲的话 你想要你就会得到 上次就会给你 但是呢 在中国就变味的 就是强者越强 味着越弱 他不告诉为什么 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啊 我觉得这个更好的解释呢 可能是二八原则 就是可能20%的人 然后80%的财富 这个可能更make sense 我用这个题目 只是为了让大家在中文上 有个好的sense 然后我想体验一下这个结果啊 因为这些数据统计的时候啊 我都不费劲 我都不用做research 国内啊 因为国内能来美国读大学的留学生 基本上属于在美国 属于高净值家庭 家庭数是非常高的 Top1% 甚至Top31% 所以他们这些机构呢 吸引了大量优求的这种留学生啊 或者是国内那种清美的学生 去做他们的那个工作 所以他们数据数据特别好 所以我基本上以他们的数据 然后再核对一下 那个大学本身 给大家看一个数据啊 这是国内一家知名 留学新闻媒体 越多长平常都是几万家啊 他们发了一个数据 我想让他们看一下 是中美文化的差异 大家知道在美国 基本上所有的高中呢 除了中国家长这样的群 是没有人太愿意 把孩子录取的结果到处去说的 我觉得不管我们移民多久啊 中国家长这个特点呢 还是与生俱来的 这不是我们的原因 是环境造成这种攀比文化 因为你只有攀比 商家才有利可投 而你只有攀比 老板才有利可投 为什么 你攀比了商家好卖东西 通过设置品 通过个眼 从品牌的包装 让你越来越追求那个所谓的比别人强 然后呢 在学业上 你不攀比 你没法进步 如果你大家都是差不多 平均主义的话 是一个静态的 他没有上升的空间 所以攀比这东西用好了 是有一定的准备做 但是我觉得 我们的文化里边 就有点过 你举个例子 这个啊 过去三四年 我一直追踪这个号 他会不告诉你 exactly 哪个学校 哪个机构 谁录取了几个人 和去年比前年比 最恐怖的是 像我这种 在这个行业里边 做了很多年的人 我把这个当成惯性了 我没有感觉到问题 前些年刚做的时候 我是比较反的 为什么 因为那些没录的人呢 有些那些做分母都无所谓 就有一些孩子 真的是各方面挺强 但是就因为是亚裔华裔 所以说 就没有被录 或者被defer了 他们就觉得好像是 这个学校的录取 名校的录取 是检验我这个整个 这个人生的一个标识 这是非常不健康的 因为还是那句话 美国这些名校收取的人就这么多 你排除了校友子女 你排除了运动员 捐款的当然很少 这个可以哭泪不计 你排除了非裔和拉丁裔 还有first 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 就是那第一代大学生 这些族裔的话 你留给亚裔 真的去拼实力的比例非常少 我们也知道 哈佛每年大概收 百分之二十多的亚裔 二十五吧 那就换成人数的话 可能这就是 几百个offer 每年几百个 看着很多啊 你实际上分别分别到全世界 全美国 还有一些拉美国家 华语比较多的地方 很少 这个就是 你想像做彩票一样 大部分是没中的 而我们当听到 彩票这个事的时候 我们会非常兴奋 因为我们觉得 我们就是下一个人 这是人的一个心理原则啊 呃 因为喜欢看心理学 著作的家长 肯定了解这个原则 就是人在对好消息的时候 他会有那种 幸存者的偏差 他会觉得自己是 那个幸运的人 但坏消息的时候 他们是不太认为 自己会是那个不幸的人 这是人的一个特性 这个有利于人类生存啊 你不能太别管 所以我将这个例子来告诉大家 家长在界定自己孩子成功的时候 可以审视一下 是我甚至做的不到位 还是我的这个成绩 根本就不符合目标学的这个区间 还是因为我活动太平 还是因为别的其他原因 还是因为实际上 我真的很强 但是因为我这个族裔 给我们造成这种 不必要的优势 另外再想远一点 你的目标是什么 一会儿我会讲的 就是大学只是四年 你真正能大学换来的是 你的未来的这个职业和人生规划 这个是真正的重点 而不是把这个当成界定 你孩子成功与否家庭教育 成功与否的标准 一旦你像国内这样啊 把这个当成一个默许的标尺 很恐怖 99.9%的人会不开心 因为他不是在榜上 你看到这是这个别的人 这个APP啊 国内一个机构做的比较好啊 讲都看 他告诉你排行榜 金牌银牌铜牌 哪个学校路多少人 这个孩子不管他的为人 不管他这个家庭背景 什么都不管 结果导向 对于商业来讲 这样非常好 我只看结果不看过程 但是对孩子教育非常不好 一个孩子成功的运动非常多 毕竟有的孩子呢 生下来呢 他父母给他准备的一样 蓝包金鸡 百公里 零零到一百加速三秒 有的家长 有的孩子生下来呢 他要背着很多负担 有的孩子 可能赤脚连鞋都没有 他在同一个赛道 那中间肯定不一样 我觉得借着一个孩子的教育 成功标准就一点 他的起点和他的过程 和他有走多远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每个人起点不一样 所以最恐怖的 我为什么特别想跟大家拍摄照片啊 因为咱们在美国啊 和这个国境不大 但是我就觉得这个 我作为一个比较aware 这个东西的人啊 我也我也受这个影响 我竟然把这个当成一个默许 我没有觉得别扭 这是不对的 大家知道在南湾啊 有个高中啊 在五年前吧 有一串学生自杀 当然了和这个没有直接关系啊 他可能是因为别的一些压力 因为抑郁症的成因很多 但是有一点是确认的 攀比带来的焦虑感 是抑郁症成因的主要之一 这是有research在里边 这个support的 就是这种外因对这个抑郁症的影响非常大 所以我在想 美国为什么拼命在不搞排名 不搞结果 它是有原因的 因为他觉得你要和自己比 你不是活给别人 但你活给自己 每个人七点不一样 你一旦一刀切 一碗水单瓶 会伤心无辜 而且还是那句话概率 这个不是假装考试 如果是考假装 那你那你考不过 要不然你就是天生有残疾 身体确实不行 要不然呢 你就没有努力 但是大学不是 大学的名额就那么少 能得到就那么多 你进去他就没有 就这么简单 所以说家长一定要搞定 这个底层的这个框架和逻辑 这样的话 他才会比还是一个客观的评数 你在做规划的时候 也有针对性 然后星顿者偏差 这个数据 我们公过几次了 我这就不赘述 即使是前100 美国大学里边 前100那些大学 有的大家都可以 不太想去 这么大的技术里边 大部分是功力 他也只涵盖了 在美国应届毕业生要就读大学数量的这个百分之二十六 最多前100啊 前一把里面包困了很多海量招生人的大学 你举个例子 像UC系统里边比较大的 招生人比较多的 还有一些Penn State 还有华盛大学 这些每个州里边比较大的功力 几乎都在前100 即使这么多人加起来 只是在应届百分之六 这个这个的数的分母啊 我已经排除了社区大学 两年制度我没有喊在里边 如果我把两年制大学和高中毕业部读大学人加上去的话 这个数字更恐怖 我比较务实 我就把那些高中毕业之后读大学的人作为一个分母 再处理一下 所以给大家一个现实状态 就是说你的孩子进去 别人孩子进不去 他们应该是固定 然后实际上事实呢 刚才我们横盖了一点 就是信息者偏差 因为大家看的都是这些报道成目的案例 但是大部分不成的他不会报 没有人报 因为没有意思嘛 而且就像彩票一样 你永远会记得谁中的彩票 你不记得那些没中彩票的人 然后高等教育和教育职业规划的关系 如果孩子非常喜欢动手能力特别强 想做工程师 腾校不是个好的选择 不管是科大还是冰大 他不是个好的选择 比起伯克利 他不是个好选择 可能MIT更合适 但是呢 大家不要笃信腾校 腾校只是某些专业比较有个事 比如说将来孩子想进咨询行业 想从政 想学法律 或者是文科里的 要加强就比较不错 之后我们会有专重讲座 讲 就是说文科的就业前景 包括一些不同专业 对学校的选择的影响 这个家长可以到时候回头关注 就是腾校确实有优势 但针对某些特定的领域 有一点我要给大家再强调一点 如果孩子是想做咨询行业 或者父母就从事咨询行业的 MBB 在家公司 麦肯锡 贝延和这个波森 这个是确实要走腾校 这个是等于是他们的黄埔军校 是定点定向培养 除此之外 别的没有那么明显 你像走金融行业 金融行业是比工程师赚更多 职业钱 钱 Money那个钱 更好的 但是呢 它实际上纽约大学更难就是 就这个单独要讲一期来讲 很多内容 第三点呢 就是知己知彼的自我定位最重要 我个人认为啊 教育的目的啊 本身是帮助孩子 认清世界 认清自我 就是你生下来 你像打游戏一样 你什么装备 你什么出身 你什么等级 你的目标在哪里 知识可以帮助你 教育的话 可以帮你发展这个路径 但是呢 需要通过智慧和努力啊 智力不代表 智慧啊 这个家伙都知道了 wisdom和 和那个intelligence不一样 智力只代表这个人的逻辑推理啊 和那个 IQ考试比较高 数学可能比较强一点 智慧呢 就是如何给自己找一个合理的定位 如何就是说 在 已有的条件下 做到最好 这是智慧能做到的 而智力呢 就是可能很聪明 但是呢 他可能目标目标都是 他不确定自己人生要什么 他只知道自己很擅长考试 或者听父母的话 或者自己内心的感受 不管他活多少年呢 他到他到一定时间 他一定会反除 会找到 这个是不是我要的生活 特别是在美国 孩子有这个条件 去考虑这些东西 然后呢 少有人走的路是长路啊 实际上 假如一个孩子在公司前啊 说我的目标是同校 可以 他想立即成为一个咨询师 咨询完了之后呢 他去创业 做一个CEO 这都可以 这都没有问题 我后悔 每个人的这个人生公团路径不一样 那你怎么做呢 很简单吗 你高中之前的话 就是提升阅读 数学的话 中国人没什么问题 华人去藤销 有几个路径是已经 非常平坦的 但是呢 很长 很累 很多人 99%的人半途而飞 为什么太难了 投赛率太高了 竞赛 竞赛是一条 Leadership呢 很难 这个呢 变数太多 竞赛是华人最适合走 还有科研这两条 这条路很难走 但是呢 只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孩子是有这个决心 家长们也做这个支持 还有体育这一类的 体育当然更难啊 就是 只要努力 加合理的规划 加上这个 正好 那个合理的反馈 是一定可以完成的 只是你越没付出 而大多数人呢 是走的捷径 家长会听说 好像这个比较容易 那个比较容易 结果走一堆捷径之后 发现四年之后呢 你那个捷径并不是捷径 因为你没有做一个 长期的积累 但是呢 同时我要提醒大家 另一个问题啊 很多家长就是说 会死科竞赛 或者死科标划 他认为 我只要ICT考1600 我GPA全A 我就去投销 首先这是错的 一定是错的 活动非常关键 因为具备你这个 完美GPA 完美ICT的 远远超过 投销可以招收的人数 这个是一定的 不管你赌心哪条 如果家长 在拼命逼着孩子 搞数学竞赛 结果到90年级 发现还没有 出入成绩的话 那个时候要pivot 要赶紧调整 如果那个时候不调整 那就是智慧的问题了 那我就家长是很聪明 但是呢 他没有知难而退 他认为 毅力可以战胜一切 这是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 我们和家长讨论过程中 就家长会用国内那一套 就是认为 只要努力可以 不是的 你要分析 你在单位时间内 你的效率最高是哪个点 我们有张图给大家看 你的擅长 和你的资源 结合在一起才可以 就是这个图 你擅长什么 我相信啊 每个家长啊 从孩子出生那天起 如果你们是 不是把孩子甩给父母 或者是找阿姨带的话 你们有观察 你们一定知道你们的孩子都是不同的 他们有些与生俱来的一些 天赋也好 特长也好 他们都有 对对声音的敏感啊 对节奏的这个把握呀 对文字的敏感啊 对运动 就是运动条件比较好啊 包括说数学比较强啊 越多比较强啊 这就是都能看出来 很明显 而家长选择 很多家人选择末世 他认为我要成功 我一定要学校处理化 但你的孩子是个文科天赋非常强的孩子 他就是出口成章 然后呢 比方心理 那可以 那你如果要逆向培养的话 他结果就是花了十年 做了别人五年就可以完成的事 他可能走的也不远 而你如果确认他的文科比较强 你做定向培养的话 也保证他底科有足够好的知识储备 可以过好一生 可以读好个大学 但是文科给他突出这个点的话 他用五年的事 是别干了别人二十年十年的事 所以是个效率问题 你擅长的事和你喜欢的事 还有一点喜欢很重要 任何一个东西 你如果不喜欢 你是做不长远的 扣毅力啊 如果今天我在反人性的 吃沙拉健身 然后呢 我再去做作业 我效率一定低 为什么 我的mental power已经用完了 我已经没有这个 能量去做这个事了 而如果我今天加班做作业 我去买了一个 我对眼睛吃的那个chise cake 或者那个千层 lady mary那个蛋糕 那心情完全不一样 对吧 你效率就高了 所以说人的这个毅力是有限 他不是说越来越多的 他可以有提升 但是呢 他是一个像肌肉一样 你会用疲劳 所以我觉得家长在规划的时候 一定要你建设一个原则 这三个结合 第三个就是必做的事 很多华人家长啊 夫妻高收入高学历 有的是一方高收入高学历 但是呢 你也知道美国这个税制 加州有全美国最高的州税 然后呢 Fedal税也非常高 然后W2的这个这种家庭呢 他的税地方很明显 所以导致一个结果呢 他挣了很多钱 其实都交给美国交税了 给美国政府交钱了 然后呢 他有两三个孩子 他教育之前是没法分配的很好 不可能都去读私立吧 那个cost太高了 而且有房贷吧 所以孩子在读书的时候 你不要只让他做擅长和喜欢 而忽略他的家庭责任 即使你不需要他将来补贴家用 那他作为一个独立个体 他将来要的生活状态 你也要提供 曾经我们做过一个分享 我们有个家长 他的孩子 在Williams考虑读书嘛 孩子非常优秀啊 我说的优秀 不管是成绩方面 做人也很优秀啊 然后这家长就给孩子 在早期的时候买了 每个孩子一套小房 很小投资房 这房 当然家长是有投资经验了 他做贷款的 但是呢 他这个 我觉得他这个挺好 就是给孩子 如果有条件的话 给孩子一个 没有后务之间 让他们去追求 但是大部分家长 没有这个条件 那怎么办呢 你要告诉孩子 你需要毕业 就业是第一位的 然后再追求你的梦想 不耽误 对吧 完全不耽误 这两个梦想 他可以单谋梅志 他可以选一个 可以梦想的专业 然后继续发展 完全不影响 美国大学 即使是功利 他有足够的学术资源 来支撑你喜欢的事 这个是没问题 但是我认为 根据家长的情况 如果梦想是第一位的话 就不要太理想主义 如果理想是你的第一要素 加起钱不是问题的话 那就主打那个点 EAED人数暴增 给大家总结 比较简单一点 因为这个 我觉得刚才我卡了 很大一部分 标划 除了 极个别的学校 我觉得前一百里边 找不出无所是要的 几乎都是不要 所以大家都敢考 因为往年 ICT 卡掉了很多人 现在不用了 现在就是说 大家觉得 既然不要花 那是不是机会就来了 大家都会投 因为申请的话 这个成本很低嘛 你只要有的学校不要 你只要加一个学校就可以了 而且不是每个学生 都有升学顾问 他自己写的话 他对于写的挺好 他会写的很快 然后第二个就二八原则 非常恐怖一个现实 就是 越有名的学校 申请人数越多 吸引的人越多 为什么 这些名气在那摆着 然后呢 疫情 让大家更加愿意去申请 为什么呢 疫情让很多家庭失业 让很多公司倒闭 而 失业的都是一般 没读大学的 即是读大学 大学一般的 或者专业一般的 而名校的这个价值更明显 对吧 你像 硅谷喜欢的那些 理工类的名校 不是同校 就是理工类的一些名校 然后呢 咨询公司喜欢的那些 包括金融公司 还有东海岸一些公司 他们喜欢那种名校 就突出明显 他们这种分化很明显 然后呢 不确定现在投机 很多人认为呢 就是大家不确定 的话会 会不做任何动作 但实际上 今年的结果证明 因为不确定 更多人选择去碰运气 所以把这个分母做大 然后幸存者偏差 在刚才也提过了 就是 大家会过于乐观的 看自己性能的部分 给大家讲一点 我觉得百分之六十下 可能知道啊 幸存者偏差就是 二战的时候 他们研究这个空战的时候 飞机那个身上掩体部分 就是因为飞机的时候 在空中对战的时候呢 底下有那种防空炮 他打的时候呢 他就研究 哎 这些飞机 你看都打在 某些位置上 他觉得应该在这上架构 结果有一个专家 就说不对 说那些 没打的位置 他是应该架构的重点 为什么呢 那些回不来的飞机 都打在那个地方 所以就是身份者偏差 当你看到的是 这些录取藤校的孩子 在训练的时候 你看不到是他们那些 大部分没录的 而且还是那点啊 今天我们今天就是告诉我们 整体申请的这个标准没有变化 并没有因为今年 这个疫情降低标准 这里边还是有将近一半 录取的这些名校人里边考了标准 当然他们的活动很突出 即使是没有疫情 标准也不是腾效衡量的为标准 你只要1500以上 几乎都差不多 第五个啊 就是曾经我们的一个 我们学校国际学生会犹豫 不光是疫情呢 因为中美关系 这个川普政府在的话 但是呢 今年我们看到是另外一个景象 这个我个人很震惊啊 美国的机构也很震惊 国际学生摆折不脑 即使美国疫情肆虐 即使政府当时大选不稳定 人数继续暴动 记得啊 一地截止的时候 大选结果还没有出来 大家不知道谁会赢 但是照样不耽误他们申请 全国全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啊 然后今年申请的特点呢 就是接下来走势上 我们做了一个分析啊 会继续两极文化 就是好学校 RD也会很多人 一样的 很多人申请 然后呢 一些不知名 本来就有问题 专业不出书的学校 会出现很大问题 招生困难 那可能是好消息 野孩子成绩不是那么好 可能今年可能会好录一点 底层的学校 很有可能啊 举个例子 我们最喜欢的UC 我们的加州大学系统 从来没有过的 把deadline 当然是底个 那个UC Santa Cruz UC Riverside 还有UC Merced 这三个学校 把deadline推迟到12月15号 我们认为 这是因为招生 人数下降太厉害 他们延迟了 截止日 来吸引更多人申请 因为这三个学校往年呢 申请人就 就吃不少 但是呢 去的非常少 20%不到 那个叫入读率 100个offer不到20人会去读 甚至更少 今年会更少 这是我们的一个判断 第三个呢 整体申请人数下降 但是 这11月份啊 那个comma app的一个数据统计 comma app 上百万 高中生申请的数据 申请人数在下降 不代表整体下降 因为他到1月1号左右才开始截止 因为很多学校推迟截止 但是申请的各种的增加 也就是说 今年平均 每个孩子申请的数量的增加 这里边就是刚才统计的成本 爆料不化的成本 因为毕竟申请费 还是挺便宜的 很多学校都已经去掉申请费 然后总统大选后 国际学生的乐观预期 拜登当选的话 我觉得RD会来一批 会增加更多的国际学生 而且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 就是对咱们欧安区的家长 还有美国家长 更好的就是这个疫苗的普及性 可能明年初夏之间都打完了 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 因为你们还有机会加ED2和RD 线上访校代理的学校偏差 这是什么呢 往年我们是一定会鼓励 甚至是强制我们的学生去线下 去访校 为什么呢 感觉很重要 就像你买一个房子一样 线上再发达 你还要感觉 去去 那光线 那个格局 那个里边整体的那种感觉 这是人和机械最大的区别 我们的整体的 无动感官的这种结合 包括第六感 这种所谓的感觉 实际上非常的精准 就是你是不是喜欢 你身体是欺骗不了你的 今年因为有疫情 所以说老多孩子会选择 选择那种名校 但是呢 过去的话 孩子很多理性 因为他参观一堆学校之后 他就会排出一些学校 他会更有真正性的选择一些学校 但因为今年疫情不确定 大家都深 所以我认为一些家长 在考虑ED2 或者是RD的时候 也没法那个 线下去参观 只能增加数量 因为线下参观 真的是非常关键 我建议啊 你们拿到一堆offer之后 我们今年 你们要实地考察一下 在你们决定要存钱 要去教学位的时候 这是四年 这是非常重的四年 Undergrad study呢 比graduate要重一点 孩子整个价值观 人生观 世界观都形成了 他的知识体系也非常的完善 研究生的话 就稍微弱一些了 因为你比较定向培养 所以这是我一个建议啊 然后校方的解读啊 这你看这两个排名 不是特别高的学校 一个排40多位的文理学院 Dixon College 还有丹佛大学 他们基本上都看到是 在early阶段上 他们申请人在递检 然后呢 反过来 UIUC 这个伊利诺伊州 最好的功力啊 这个学校呢 他觉得有下降 但是这样都是那些 第一代大学生 或者是低收入的 因为只有低收入 才可以qualify 那个申请费的免掉 申请费没有多少钱啊 但是大学会做 这个公办政策 然后佐治亚理工 基本上现在就是说 第一代大学生 父母没有读过大学 还有家庭比较差的 还有少数族裔 这里边少数族裔 不包括亚裔啊 我不太喜欢 少数族裔这个名字啊 因为我们是真正的少数族 我们只有6% 但是呢 真正美国大学说的少数族 其实不太包括我们的 他们呢 大量的人是不申请的 在观望 各种民营都有 所以他们是造成 今年一些学校申请人数 剧检的一个主要原因 亚裔也有 但是非常少 因为亚裔对这个教育的 投入非常大 再看一个全都权威机构 comapp 他们刚才提过了 整体呢 十二十一月初的数据 比去年递检了8% 就这个申请总人数 然后呢 呃 不是申请的总量啊 不是人数 申请总数 然后呢 第一代大学生 还有那些 可以申请到免费 买申计费的 他有16%的人 减少16% 这个非常夸张的数据啊 然后最好玩的 就今天咱讲的一个主题啊 哪些学校最夸张的 佛罗里达的公立学校 佛罗里达大学呀 佛罗里达中央大学呀 这些学校 他们呢 最多的一个学校区 有50%的递减 就去年一万人申请 今年只有五千 为什么 因为他们要标划 他们没有取消标划 所以很明显 我们就可以判断标划 对这个申请人的影响 还让一句话 真正的这个录取标准没有变 即使不叫标划 他的名额就那么少 别的地方比 如果家长对数据感兴趣 National Student Clear House 这个呢 是最权威的美国高等数据的解读 整体来讲 本科的学生 这个就是就读率下降了 因为疫情嘛 但是研究生在上升 这个现象为什么要提呢 在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 也是同样的情况出现 金融危机大量失业造成 结果很多有存款 或者是本身收入不错的家庭 会选择让孩子去 接着读研究生 NBA啊 或者别的master degree 去提升自己的这个教育背景 来规避这段时间 经济不好的一些负面影响 这是一个惯例的操作 一般经济不好的话 研究生 特别是好的一些项目 就是就业前景比较好的 会增加 会增加这个报名 因为我今天我不太想讲 那种Monority 还是那个第一代大学生 因为毕竟华人家长的话 通过自己的奋斗和打拼 在美国的话 都是中产左右 然后都过得比较不错 所以说对教育通人比较大 所以我中间讲 咱们的这个主义的特点 然后今天 重点对12年级的家长 就是那要不要申请 我觉得有几个点要判断 第一个 你要分下一地被距离原因 咱们是当了炮灰呢 还是真的是 这个实力不行 那九个例的成绩不突出 你不能因为 今年这个有疫情 不要标划 你3.5的GP 你敢伸成跳 3.7你也敢伸 或者是你没有学校 往年没有一个路 叫哈佛的 你全A你就敢冲一下 我觉得这个就属于 对自己孤立不足 活动不过亮眼 你可能有10个活动 全是Member 那没有什么可说的 因为Member的话 没有成本 我也可以是Member 谁都可以是Member 那第三 经历不够惨 这个我没有在戏谑的意思 我只是说 用这个词来直观的 给大家表达 什么叫惨 我曾经读过一篇 一本讲AC的书 几年前 他讲一个非裔的学生 那是真惨 这个孩子是Homeless 就是他们家里没有房子 他各种倾家住 而这个一定不是假的 为什么 他对那种细节的表写 非常的真 就是你不住那人 已经写不出来的 就像大家在看一个好的故事 好的电影一样 一定有观众的代入感 所以我们非常强调 这个活动经历的真实性 没有经历的孩子 他通过网上的 Lessource 看看YouTube 甚至模仿一下 别人的这个写法 他写不出来 因为那种真实的感受 没法在他心里面呈现 就通过文字表达 即使你找一个高手 给你代写 你除非能保证 这个人呢 不给别人代写 如果他给别人代写 代写一样的文章 都教的话 你们就露馅了 而且一般的机构老师 他会给很多人写 就是提建议 所以说他会 run out ideas 所以不是那么容易的 然后文书推荐性 你看看啊 如果考虑一定没录的话 家长一定不要忽略 那个推荐性的影响力 推荐性非常关键 几年前哈佛和亚裔的那个官司 最后哈佛胜诉 当然有这个大把关的原因 最根本的一个证据 哈佛拿出来就是 亚裔学生推荐性 整体评分比较低 他们从一到六去评 亚裔的整体评分非常低 就是老师说 我不在这儿的学生 不太了解 不突出 上课没有太多的表现 所以家长要注意一下 一D的话 文书是一方面 推荐性非常关键 如果你在文书里边 把自己吹得像一个 那个学霸 学神一样 在班里边 长袖善武 这个和老师各种互动 而老师根本就不了解这个人 那我就没有意义 对吧 然后活动列表 还有一点活动列表 这个排序很关键 你的专业和你的这个 整个塑造的这个 这个形象 是和那个活动的排序 和下巴是有关系的 同校竞争 就是你比一下 你们同学 同样和你申请同样数据 同样足以 是录还是没录 如果都没录 可能是学校的问题 如果他们真的是 和你非常的相似 那他们录着你没录 那可能是你的辅导老师问题 可能是文书的问题 或者别的原因 我们要横向动向都对比 因为毕竟每个家庭 情况不太一样 然后ED2的优劣是分析 ED2呢 好处是绑定 给你个机会 但是坏处也很明显 就是ED2呢 其实深ED2都是ED1 淘汰下的一些孩子 就非常强 他哈佛没进的那些小孩 如果他深ED2的话 他实力也有一些 有一些人很可以的 不是都是炮灰 有些非常强的 所以ED2 我个人总觉得 比ED1之难不简单 因为他首先名字2小 再一个呢 大量从ED1下的地方想 如果就冲1D2的话 也不容易 当然他毕竟选 他毕竟会选择去冲1D2 1D2有的学校也不多 芝加哥呀 约亚霍普金斯 Emory啊 范德堡啊 很多这个学校都有 我觉得这个看 这个到下一点了 就是说 申请人的初心是什么 你当年 你为什么读 某个大学某个专业 没考虑清楚的话 你没法写文书的 对吧 然后你要搞清楚这个逻辑之后 你再考虑你为什么要深ED2 你难道就是为了这个名吗 你如果只是为了名的话 那你名之后 四年之后呢 难道只是为了 有个spesher上写的 Hover 你一辈子就可以靠这个混了吗 不是的 对吧 你的职业规划 中长期目标 对对你 对你教育的需求才是关键 就是你去读大学的第一目的 是什么 你要考虑清楚 然后如果你履行了之后 你说 ED2里边有个学校 特别符合我的职业规划预期 而且我也喜欢 我也有这个钱去读 没有讲解也可以 因为ED2基本上都是私立为主 那你可以选 没问题 而这个选的话也要慎重 不能因为ED2 所谓的录取率高 就去冲高的 因为你对我还是打炮灰 你要考虑自己的可行性 你的数据和他网线录取数据的话 比是不是在那个高高阶的范围 因为一般大学会给你个中指啊 就是中间50%的录取数据 你一定要往上看 因为你是中国学生 你是华裔 你父母不是第一大名 你不够惨 这是一个硬质表 你要够惨 可以 可以冲一下 不够惨 够呛 还是那句话 ED2也要看推荐性 也是 你有没有实验 老师要推荐性 老师的印象怎么样 就很多印象要考虑 不能因为机会来就冲 就是 我觉得可以用 因为他和RD录取时间差不多 但是你要fit 你要非常的match才可以 然后 这些都确定之后 你就可以决定是否申请ED2 我还是建议多加一些RD的学校 来增加 因为今天不确定性太多 可能 博底学校会有大丰收 因为很多大学会有招生的困难 暴跌子 咱们刚才提了 主要是佛罗里达那边 任何要标化的 而且我想给大家强调一点的是 社区大学 注册率爆门降特别快 首先他们说是低收入 这家庭要回家工作 补贴家用 再一个 社区大学有个最大的问题 很多家长问我社区大学 通过社区大学这个捷径 让孩子去UC 这个是可操作 但有个最大的问题 正因为社区大学这种 无门槛的入学机制 和全靠自觉的学习氛围 导致了很多孩子接生不下来 因为社区大学考的不是 你多聪明 而是考你多的耐力 拿A是很容易的 但是你持续拿A 然后坚持这几年 不容易 为什么因为太自已过来 而且你一努力的话 你比巴里边大部分学人都强 因为社区大学 很多是成年人 他们是本来高中毕业都飞进的人 所以社区大学要路可以 大家看到今年 21%的状 就是社区大学 为什么 太容易困的 他高中不一样 就是社区大学 你随时可以困 你的课非常的灵活 所以家长 如果有考虑孩子 走这个捷径的话 要深入考虑自己的孩子 性格特点 他是不是有毅力的人 然后呢 还有一些专业 一定要强调 疫情这年 闹了很多有意思的新闻 就是很多大学 很多还不错的大学 砍了大量的专业 关于我们公众号 大家知道 我们很多文章在讲 一些大学相关的新闻 你像一些知名的州立大学 他们砍了一些外国语专业 德语啊 什么法语啊 然后砍了一些 英文专业的硕士或者博士 博士英文专业没有硕士几乎 你要普林斯顿 应该是就把那个停了 包括哈佛 哈佛的一些硕士专业 都在合并 就是疫情让他们重新审视 这些专业是否 有存在的价值 因为即使是大学很有钱 他跟每个部门的 这个方景不一样 你要自负盈亏 他招生就是在 在销售 如果他招生有困难 持续有困难 那就说明市场 对这个学历 任何都不高 所以之后我们会 专门讲一些文科的出路 文科还有很多 很好的出路 但有一点啊 为什么文科 会首先被卡掉 因为文科 没有文科 就是你可以是个 非常好的工程师 你可以是个非常好的designer 不耽误你英文差 你可以因为你还读书 你从小读书 你文笔非常好 你可能比一个文科专业还要强 所以文科没有门口 而CS mechanical engineer design这东西 是需要大量积累 不管是coding 还是数学 还是你的画画 这些门口 已经删掉了很多人 而英文 任何一个人 他只要十字 他就可以学 所以很难建定 说你很牛 所以加上知道 文科最大的限定 就是文科和生活 像画性太大 所有人都可以转行 去学文科 但理科你转不了 你如果学了四年 因为在这 在这文科的话 你在这理科的话 你可能要补两年的数学 和那个coding 另外一些数据挺有意思的 就是我们在分析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多个维端 你像美国的东北 就是不光是中国的东北经济落后 美国的东北经济也落后 他咱不说腾像 不是新英格兰地区的东北 就是整个东北区域的话 这个大范围来讲 从common app来的track 你看他们的那个申请时候 在递减 因为整个东北部的大学来看 包括申请人来看的话 能见调到人非常少 大部分人还是受影响的 然后那个Midwest 中西部地区 然后西海岸 西海岸就像中国的东海岸一样 他竟然看到了 这个申请人数10%的增加 我觉得很大的原因 西海岸西雅图 包括波特兰 包括加州 整个这个沿线人口密度区 密集区呢 都是有高科技产业的 这个企业在里边 他们算直接和间接受益人 不管你是直接的工程师 还是你在那里 给工程师做会计师 还是做做生意的 你都是受益者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有相关性的 就是这个区域的经济活跃度 非常的关键 就家长在看的时候啊 还在选地方上啊 也要也要看 因为你选学校的话 选的是四年的这个 他的经历 学校是一方面 校外这种资源也很非常关键 然后呢 公立学校的 有11%的状 公立私立的话少一些 为什么 读私立一般都比较有钱 所以疫情对他们影响不大 然后招生困难大学 就这些嘛 这个我觉得家长不太要看啊 这个就是保底学校 基本上啊 要标化的 很少了 排名比较低的 这个是非常多的 本来运营就有问题 举个例子 运营问题 大学有一个特点 就是学生去了之后体验不好 我读完之后 我就业很困难 那没有人会推荐这个学校 他招生会有困难 因为最直观的这种推荐还是很关键 任何一个生意上 口碑最关键 然后位置不太好 嵌发达地区 你在中西部 在东北部一些行业特点 特征不明显的 那个大学和大学城 那你将来吸引学生就比较少 这是为什么大家都往东西海岸跑 体量小 如果你的孩子是盯了一个那种魔力学院 排名四五十以后 你要小心 因为那个学校 那种学校的话 他的人非常少 每年招生的这种波动 对他们影响非常大 不像大的功力 他每年招生非常稳定 小的私立的话 其实活起来还是挺麻烦的 无忧专业无忧是不好就业的专业 然后呢 这个图呢 我分享过很多次 家长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也查 就是整个各个区 美国各个经济圈的经济 经济活跃度和他的贡献值 所以这个家长的选项 也要深入 不要只看排名 你要考虑你孩子从这个行业 和他性格特点 然后应急指南 还是刚才我都提过了 文书特别是一点 Why us 这个就是大学就特别关心 其实文书就两套 他不管怎么变化题目 就是问你是什么样的人 然后我为什么要选你 为什么要选你的话 基本上现在惯用的打法就是 匹配度 你的教育诉求 让你想去这个学校这个项目 把这个关系都建立起来 而这个需要做大量的功课 你不能去wikipedia 或者是去学校官网看点 你就low了 因为这所有人都在做的 你要做的是 通过各种资源 去了解这个学校 然后去思考 去消化 去真正审视 这个学校适合你 有可能你做了十个小时research 你发现这学校不适合我 这没问题啊 对吧 这个挺好的帮你筛出来 你可以把精力放到适合的 基本上呢 根据这个 比较有经验的功课的 这种反馈呢 这个部分啊 每个学校你要做十个小时 不需要一天啊 可能累计的 十个小时research 这个学校的相关资料 他的专业他的他的这个设置 包括他一些人文的东西 很多地方可以看到的 呃这个不难 这个当然孩子很紧张 现在时间网课也挺challenge 但是我觉得一分工业一分收获 这块不能偷懒 不能随便抄一抄 这块是真正区别你和其他人的 为什么呢 call map那个main essay 你你写的话所有学校都能看到 你升级二手学校都能看到 why us why school essay 你写了这个学校的 就像投简历一样 你把简历投给所有的公司 对吧 你面试的时候 这个why school就是面试 你对这公司足够的了解 你的谈论中能够体现出来 这个老千万不要偷啊 好的 非常感谢Ben老师 今天非常详细的分享 也感谢大家摆忙之中 抽出时间来 呃收看我们的讲座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如果家长还有其他的问题 或者需要咨询的 呃或者是想要加入到 我们的微信呃朋友圈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加我微信 我帮您拉到我们的这个 讲座群当中 如果您想咨询我们其他的服务 也可以致电或者是email 或者是通过微信来找咨询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周六晚八点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